鯉鱼造型、猫爪造型 这些色彩鲜艳的马蹄膏 会不会令你眼前一亮呢? 位于广州白云区江高镇的 这间食品企业 专注生产和销售马蹄膏、马蹄粉 经过40年的发展 企业的产品远消海内外 十几年前 继承父母事业的周晓军 考虑到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于是大胆开展新产品研发 马蹄膏可输性很高 就可以做成不同造型的马蹄膏 也是希望让消费者看到我们更多的创新 还有我们现在一些线下的活动体验 实时的了解他们的需求 去调整我们产品的策略 产品要满足消费的需求 还要把控好材料品质 公司采取企业家农户的种植模式 将优质种植种植技术 传售给合作农户 实现标准化种植马蹄 江高镇大田村 这片200亩的马蹄田 一个个饱满的马蹄 正被陆续采收 三千到四千斤 以前很低 两千多斤 以前拿的时候 就拿不上来 有机器就拿上来 产量就高了 真的不用有品牌上了 很多客户来拿货 为了令市民游客领略广式马蹄糕制作技艺的魅力 企业在去年年底就打造了飞维文化馆 展示了马蹄糕的原料 制作技艺 还定期举办体验活动 我们线上都有我们自己公司的一个教学视频 每一次直播 大家都很热地拥有提问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展现一个飞维文化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飞维馆 能够扩大我们的飞维传承的范围 也是能够为当地的一些旅游 经济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了留住享受 全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记录核内多间企业的发展历史 打造新时代江高模式 去年江高镇正式启动民间故事项目 收集整理一百条线索 打造江高镇文化故事资源库 促进文化旅游发展 今年2月 江高镇正式发布 《渝北古镇江高镇民间故事》 这些故事源于民间传说 也客观反映了我们江高镇的传统文化 通过挖掘传承这些民间故事 来讲好我们江高的故事 来传承我们的乡愁记忆